食貓山王冰皮月餅,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定購電話621-1161 食貓山王冰皮月餅,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定購電話621-1161 我帶給尋找,分銷合作夥伴 有興趣打電話來,621-1161 貓山王,真的慘了 貓山王,敏迪和四小寶和洗頭水熱賣當中 如果有興趣的,真的可以看一看 說回言論自由 我和Ben小這段時間經常談一個話題 就是言論自由 如果香港沒有言論自由 香港唯一的核心價值就是言論自由 如果香港因為語言被人抓的話 要移民的了,要走路的了 不能夠在這 我們可以不同意一些事 我們可以在網上,大家摸爛了臉 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可以說很多很多很多 也都可以吵很多很多 但是到最後尾,你都是言論自由 明白嗎?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言論自由 就是香港人的唯一的核心價值 其實是沒有第二件事 民主,我們香港從來都沒有過 民主,我們香港從來都沒有過 到今時今日,越來越沒有 所以什麼香港核心價值 民主,什麼都不是 是我們唯一的 這麼多年能夠擁有 由港英政府到現在特區政府 都是因為有言論自由 我們可以說689是仆街 可以罵777,梁振英2.0 可以罵袁國強,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越來越被打壓 我今天收到一個網友 他經常都探望我的 走上來,有空無事 他走上來跟我聊幾句 問一下 我們政治那個觀念可能不同 其實我又沒有問的 很少爭論政治 他經常都會發一些 黃之鋒,怎樣不好 李柱銘,這些大漢奸 現在那個中國李柱鋒 說別人是前這個學生會長 就罵了 他說這些人這樣說話 就知道了 得罪14億人 沒有好下場 說一句說話就得罪14億人 你怎麼知道那14億人裡面 有十億人有沒有認同他呢 你問過他嗎 對不對 香港被受言論自由的打壓 就是打壓言論自由 你猜這幾年少嗎 講幾件事 我最擅長的就是講一些事 我久不久 每兩三個月我都會去出國旅行的 我一探仔或者找朋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因為我都說我堅持 每一日一定買一份蘋果日報 每一個星期一定會買一周刊的 那麽多年都沒有放棄過 由我回流回來香港到現在 九年 沒有放棄過 以前在大陸都買 現在更加 那麽當時我的拍檔 阿黎先生 他就喜歡網上看 就沒有賣 那麽我就跟他說 他說省了那幾元 那麽我就經常跟他說 我說如果你個個都省了那幾元 就沒有了 這份報紙沒有資源沒有人力 你吃快餐你沒有錢給 他就會越做越縮 所以我堅持到今天我都買 那麽一周刊就不用了 買完這一期 他都轉出手 那麽我不相信香港有第二個肥佬禮 有些人說哎呀付出很多 肥佬禮付出不少 有些人講蕭若元為香港做了很多 我想肥佬禮做得更加多 他有美國簽收 你不要管 收錢如果真的 那麽我恭喜他 是吧 但是問題就是他頂住的打壓 去台灣做電視台 辦報紙 做網購 打壓到蘋果日報 和壹傳媒要買盤 在台灣那邊 就是你說台灣是本土派 台灣的本土派不想你外來的人來搞 那麽也都看到 跟他以前拍照 拍照的得強記 是吧 跟他做發行 現在都投了去東方日報 是吧 跟著就曾經在東方日報 還有裏面夾張紙 就數 黎智英 都有 為什麽這樣說呢 每一次去出國都好 我都會出埠 不要出國這麽厲害 離開香港 那我有時經過書店 七十一 我都會停一停的 看有沒有書 因為最容易買到書的地方 就是機場 那麽有一段時間 就是那個 李波事件 剛剛好機場鎖了書店轉手 停了 那麽跟著就再開回來 沒有言那麽多 但是都開回來 包括機場的七十一 那我通常出去外面玩 那麽通常是早機去晚機返 那麽可能八九點之前 或者十點鐘之前 近這年多 我沒有辦法買到一份蘋果日報 不是跟他宣傳的 他真的買不到 他七十一買 臨入閘之前 在優資糧品旁 買不到 似乎還沒來 東方日報 星島日報成報 全部都在那裡 獨獨 就是欠份蘋果 入到禁區裏面 下午回來 回來 怎麽知道回來 就是乘飛機 四五點回到來 上去機場 那麽 經過 經過出來 又再問一問 那麽你之後還沒得過賣 那麽 你應該出了閘口 找七十一應該猜得過 沒有 沒有 一份香港第二大的報紙是沒有 甚至你可以看到很多工廠區的發行量 我不知道發行還是怎樣 總不知譬如早上早上 我現在網台這裡樓下的七十一 東方日報很多 下週四五點都還有 相對入得多 但是蘋果日報只要你過了九點半 你買不到一份 不知為何入那麼少 照樣應該入得多一點 但是沒有 蘋果日報很多東西的觀點 我不是很認同 但是它是有它的代表言論自由的價值在這裡 每一個人都有 現在就整個蔡若蓮死了一個兒子 抑鬱症死了不理他什麼原因都好 中國人死者為大 他死了就完了 他的人生 但是他媽媽 有些人說他 周天顯媽媽在這裡攻擊他 你們這些人怎麼做學生 周樹峰你說人家知道 你現在在教育大 教院那裡 連這些民主場那裡 連這些 綫落人家 梁博 什麼什麼什麼 說這些 跟著就整個政府加建制派 在這裡聲討 連報紙這兩個 連大致報這兩個 不知道 沒找到究竟是不是學生 一片就出來 那你即使學生出來說任何東西都好 高官啊 什麼什麼都在這裡說 在這裡消費著 這件死人事件 我不管 是民主派 港獨也好 建制派也好 這件事很無契 為什麼呢 那個主體 主體是蔡若蓮 那當然 傅鎮中最好笑 就幫他改姓 好像我經常忘記別人的人名 經常改了別人的人名 就叫做余若蓮 那你連那個人名都搞不清楚 你出來搞 我們在網台可以說錯更正 那你這些沒有的 是不是 那你到底在做什麼呢 他自己出來說 家庭發生了事 希望大家不要說了 給點空間我們家人 最不給空間家人那個 就是香港政府 就是你的大學校長 沒有人比你們更良薄 為什麼呢 他只不過黏了一張紙 在那裡說蔡若蓮 當然 我覺得他不對 但是基於言論自由 我們可以駁斥他 但是什麼叫徹底追究 馬時庭 什麼嚴肅處理 他犯法違反基本法 哪一條哪一條例 你就要拘捕他 犯法要拘捕的了 是不是 你現在在網上公審他 第二你不只是公審他 因為那個主體 蔡若蓮他自己說給你聽 給點空間我不要說 可以不可以 跟著你們的人不停消費他 把他這件事炒來炒去 最涼薄就是你那些 是不是 誰最涼薄 人家叫你閉嘴 人家叫你閉嘴 人家死了個兒子叫你閉嘴 你這幫混蛋 包括林鄭 說什麼 你們不停消費他 你用不著抓住他 跟你開記者招待會 講言論自由 周樹峰 那些人說他 講資拿 什麼什麼 很多時候相向的 你說他我沒有爭辯 我對不對 講一件事而已 我說我不主張他 講這些這麼涼薄的說話 我也覺得應該的 人死為大 是不是 罵蔡若蓮是另外一件事 就不關他的兒子的事 帶你那些人去指責那個人 我想問你 最簡單 不要講這些 講周樹峰才會 鬥得太遠 他說你知道什麼什麼 然後你們那些人 就罵他 神經病 怎樣怎樣怎樣 你在這裡恐嚇他 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是中國的 你再講我保證你回不了大陸 你現在是不是恐嚇人 這些真是恐嚇 重案組有沒有去調查 周樹峰被人人身攻擊恐嚇 你只是把焦點放在芝拿兩個字 是不是 他芝拿犯了什麼法 沒有 好像大陸這樣 芝拿做敏感詞 沒有嘛 沒有就是容許說 你不要像大陸這樣 法例沒有寫的 就是不能做 我們香港就是法例沒有寫的 就什麼都做 是不是 大陸就是法例沒有寫 就是你不能做 那幫內地學生 你來香港 來中文大學讀書 你就說你是中文大學讀書 為什麼你要來中文大學讀書 因為你覺得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你想來讀書 吸收一下一個 就是見到一個國際城市的運作是怎樣 吸收你們中國大陸沒有的東西 但是 在這個時候 你還是拿著大陸那一套 你永遠走不出唐人街 下來把托 周樹峰也是 新亞書院的創辦人 他說 錢穆就是文化抗共 沒有說對和不對 這件事是你在消費人 說梁博 天主教的人 你們全部信耶穌基督的 公開消聖經 為什麼 我不管那個什麼人 上帝 摩西的時候 要帶領以色列人 離開埃及 當時的皇帝 有些說是所羅門王 他不讓你出去 不讓你出去 你們是我的奴隸 上帝 上帝 鄭月娥 你出來說說評論一下 你們說你們是基督徒 你們是天主教徒 你們是天主教徒 這個上帝 不是那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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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簡直是做了 他簡直是一個極度殘忍 這個皇帝不讓你離開 你幹嘛把他的子民 成所有的人 牽及無辜 禍不及妻兒 你們經常說在口 他殺了埃及人的長子 我屌你媽 明天就回教會 星期日 去問一下 天主教那些 你怎麼看 如果他說不是 這個是上帝的神跡 我們應該怎樣怎樣 你即時屌他 屌咬教會 所有他回教會 都會契弟 全都是良薄的人 你歌頌聖經 還要唱歌 所有的聖師都歌頌這件事 每一個人說的事 為他自己負責任 我現在不是說他們做得對 做人只可以有一把尺 近期都很少屌咬人 因為有些人屌都沒有用 你用一個路分不清 是非黑白和做人的邏輯 大量這些人 但是有些事 是要說的 好像山景村 屯門相思案 大家出來說一下 社會為什麼 你又有社會福利處 又有區議員 為什麼有兩個人 兩母子 死在街上 還要睡戰獄 床都沒有張 死了 公開譴責 那個兒子 那個大兒子 那個大兒子說 他大吃懶 不拿中援 中援養爛人 這兩個英雄 不拿中援 又不去食物銀行 出資 兩個監生 兩個母子就死了 發臭 你們這些人出來公開同情他 公開應該屌咬 所有的區議員 立法局議員 你當官的 這些事更大 就是 那個長子說 不滿意父親去接濟他 好食懶祖 鑑生 就死了兩個人 公開譴責這個兒子 那個爸爸 你來了婚 剛剛 你社會福利處做什麼 那個年輕人 你說的 你看看我們香港 九年免費教育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還是十二年 現在應該最少九年 那個年輕人 幾歲大 就不上學了 你學校社工 是做什麼 怎麼容許一個年輕人 可以絕學 為什麼不跟進這件事 你們那些 賣屁股 投共產黨所好 針對一兩件事 你可以說 大頭奶粉 打壓趙連海 量不量薄 跟著那個高官 當時 處理這件事 停職 轉頭轉去閒職 跟著現在又再高升了 大陸奶粉 三罪清安 天天在那裡說謊 把別人的東西 在那裡數 近期啦 昨天啦 昨天啦 昨天就是昨天的嘛 是不是 我們大陸的 食物安全局 還是什麼 他自己說的 我們有四隻的奶粉 檢測過 就比日本奶粉好 因為日本的奶粉 含典量不夠 我們給他好 他那些沒有營養 人家那些不是沒有營養 因為人家本身的奶粉 是服務回日本的 不是打算讓你走水貨 回來大陸的 你沒有跟他訂過一罐奶粉 明治 那人家為什麼會這樣 含典量不夠 因為最主要就是 因為他平時吃的 食物的吸收之中 已經的典量是高的 所以就不用這麼多典 那怎麼知道你中國人 不只缺典 還缺鈣 缺鐵 你覺得嗎 言論自由的重要 就像我這樣 我有支麥克風 可以說 什麼都可以說 如果我罵人 我錯的 你就過個位綁 有相關的法例 是不是 每一個人做事都有的 這一節說到這裡